9月24日,俄罗斯卫星网发表援引军事专家安德烈科兹Andre Kotz观点的文章,拼出了世界上显为人知的5艘的航母。 文章称,在谈起航母时,一般都只会注意到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等国的中大型航母,其实在这之外,还有很多有趣的显为人知的航母存在。 作为美国福特级航母首舰福特号,该航母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航母之一,不过并不在此次入选之列。 泰国查克里纳·吕贝特号航母,由西班牙巴赞造船厂建造。 1996年1月20日下水,1997年3月27日服役,满载排水量11480吨,可搭载6-8架AV-8S。 要是垂直起降战机机4-6架S70B海鹰直升机。 目前该航母仍在泰国军中服役。 颇为有趣的是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。 不过查克里纳·吕贝特号并未参与过战争,日常也多在港中驻博。 巴西圣保罗号航母,原位法国克里纳缩级航空母舰的第二艘福西号,该航母于1963年进入法军服役。 2000年被转卖给巴西,满载排水量32,800吨,拥有两部每次蒸汽弹射器。 今年2月16日,巴西宣布放弃原定的圣保罗号升级计划,将在未来三年中将其退役。 意大利加富尔号航母在此次入围名单中年龄较小,该舰于2004年下水。 2008年服役,满载排水3万吨,目前主力舰载机为AV-8S。 要是垂直起降战机,按意大利公布的计划显示,未来一海军将采购16架F-35兵型战机进行换装。 西班牙呼安卡洛斯仪式号战略投送舰,所谓战略投送舰,更像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加装了一款滑越甲板。 该舰可以看作是多用途轻型航母的一种发展,代表排水量27000吨,保留有两栖登陆武艙,可投放气垫登陆艇,两栖装甲车等两栖作战武器。 未来也会换装F-35兵型垂直起降战机。 军事专家安德烈克兹此次评选,最有趣的就是将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选入。 该航母满载排水42000吨,采用核动力并拥有两具美质C-13蒸汽弹射器。 舰在机位法国产阵风M系列,在同类航母中综合能力还是较为突出的。 目前戴高乐号正在进行升级改造,希望未来可以摆脱事故不断的毛病。 除为法国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,该舰曾计划出口俄罗斯在邻近交付时因克里尼亚问题,法方终止了合同,随后将两艘军舰转手给了埃及。 不知道此次俄媒将戴高乐号航母评选入显为人之系列,是否是受了西北风级纠纷的影响。 作者庶名空军事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